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师 我是小彤 我来看您了 谢谢您当年救我 我现在也有好好在演奏 梦想跟小时候的一样 像您一样 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手 您放心 我们都会好好的 妈 我们现在都过得很好 我有了自己的誓言 有了爱的人 也有爱我的人 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 保护好他们的 妈 我好想见 我好想见 童童 诚哥让我替他 跟你道个歉 没事 你不是都说 已经过去了吗 那 我们算是和好了吗 想得美 怕我哭了那么多次 我才不会轻易原谅你呢 童童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在天台 不要跳 你不辞而别 像我有多大催念 我原本以为你故意和我回想 后来我多重点的 走的时候还把你绑了起来 没好运能与你拥抱和解 多顺势的欣慰 才对得起言几卓 现在想想 还挺搞笑的 还有啊 后来的大巴车 用着 可真是和我 你也在无人的切 让空气凝结 走 走 现在路中 飘烂街 像三月 等所有人 误解了我的腕帘 自从脱离了你的血 我们都是阴影 在彼此身上闯得了安全感 就像小的时候 我们牵着彼此的手一样 有哥哥在你 你终要拦下香散烟 大路 就大险的黄帘 就大险的黄帘 坚持住 马上就是来救我们了 我 哥哥 我好困 哥哥也困 坚持住 不要睡 哥哥也不要睡 彤彤 我们和好吧 我不想失去你 彤彤 我今天还约了唐绕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彤彤 我送你啊 不用了 我站在路中 跳蓝千香散烟 当所有人误解了我的腕帘 我一定会把你追回来的 我最终脱离了你 近日 柯温集团与欧洲顶尖酒店集团 正式签署合作协议 将联手打造针对失眠人群的 心理治疗酒店 该项目已获得医疗投资基金 百亿美元的支持 柯温集团的股价也随之不断上涨 此前有消息称 柯温集团总裁宋延旭为重度失眠症患者 柯温集团的著名产品是否有效也备受质疑 关于这一质疑 柯温集团总裁宋延旭也对此做出了正面回应 送走送走 请您接收一下我们的采访吗 有消息称您是中途失眠症患者 那么是否说明柯温集团的著名产品是无效的呢 请您正面回答一下 我的确是于一年前患上了失眠症 但因为我自身的经历 我才更清楚地明白 失眠人士的烦恼和痛苦 所以我相信 我能带领公司做出更完美 更完善 更贴心的产品 经过这段时间的治疗 我的失眠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 所以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我们公司的产品是真实有效的 海源市的公证处已经接受了我们集团的委托 对我每晚的睡眠数据进行监测 便会定期向大众期望 欢迎大家的监督 谢谢 怎么办才好呢 怎么办才好呢 宋总 这是李博士提交的监测报告 数据显示 您的睡眠时长和质量 已经开始趋向于正常水平 也不知道是该开心还是该难过 当然是应该开心哪 小车车 宋总 您又要求婚 求什么会 还没复合呢 什么 我说 我俩还没复合呢 你又问对人了 复合呀 你问对人了 我拿手 坐 送花 俗 送包 俗 包游乐场 更俗 看烟花秀 我说你敢不敢再俗一点 包个游乐场让他拿着你送的花盒包一起看一场烟花秀 喂 张董 听说你们那儿有一个去非洲卫文字的项目要找人是吧 我这 那个人不去了 宋总 您说话就说话 打什么电话呀 我已经想好了 我们手上还有一张王牌没有用呢 饿了吧 早饿了 快快快 让让 你可真是我的小天使 我爱死你喽 打住 有你这么对天使的吗 遇到事了 手来听听 啊 那个 言叙说 他想跟我复合 你答应了 没有 我这不是考虑我 答应还是不答应吧 你可千万别答应 为什么不答应啊 你看你 一副被吃定了的样子 我的意思是 咱不是不答应 而是 先不答应 再答应 那是答应 还是不答应啊 你平时挺机灵一人 怎么一碰到宋元旭就傻了呢 我说的不答应 不是真的不答应 而是 假装不答应 你没懂 我问你 他追过你吗 我记得你说 他只是跟你表白了 之后你们就在一起了 你这么一说 他确实没有追过我 宝贝 这就是问题 越容易得到的东西 越不会珍惜 就比如说现在 宋元旭刚跟你说要复合 你立马就答应了 这也显得你太好追了吧 所以这一次 我们不能这么轻易让他得逞 这样他才会更加珍惜你 这样能行吗 宝贝听我的 没错 好 好 听你的 吃饭 明天有时间吗 见个面 谁呀 严旭 他说他约我明天出去 我怎么回他呀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 记住我说的 躲 知道了 知道了 吃饭 好 这里 我 诺文童你可千万要忍住 不能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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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什么 我不答应 没事 我喝果茶就好 你找我 有什么事啊 你还记得我们之前签了协议吗 根据协议的要求 在病情没有好转之前 你都必须配合我的治療 我们手上还有一张王牌没有呢 赔税协议啊 您只要跟他说 您的失眠症还没有好 根据协议 他就得回来跟您一块治疗 这个过程中 不就有复合的机会了吗 所以你今天叫我过来 是为了聊协议的赔偿啊 是啊 不不不 不是不是不是 这真的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吗 三童延续 你们怎么在这啊 我本来想去找你们俩 没想到在这碰见了 快坐坐坐下一起说 来 谢谢 你们最近睡眠的状况怎么样 我最近 状况比以前好很多了 每天晚上也会出现正常的愧疑 而且每天晚上可以睡四到五个小时 李博士 这是不是证明 我的失眠症快好了 当然 当然 差一点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中午吃的有点多 确切地说你们睡眠的状况还没有稳定 随时可能出现病情 反复的情况 哦 那具体需要我们怎么配合啊 嗯 你们应该 继续住在一起 哦 啊 哦 我没问题啊 为什么啊 博士 我现在不用接触 也可以正常地睡着啊 因为你们之间的磁场共振引发过脑颠簸异常 竟然导致体内酸碱度出现失衡的反应并没有消失 嗯 而且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也第一世界能察觉到 嗯 哦 对对对 况且协议里也说了 我们要积极地配合主治医师的一切安排 对 那个这样 要不然我先回实验室了 你们慢慢聊 好 好 博士慢走 我这一说瞎话 旧大哥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啊 我 那你今天就到我家吧 我五点左右到家 你差不多六点到我家就行 呃 行李也不用拿 东西有会让人帮你安排好的 我 我还没答应呢 那我去你家一行 我家住不下你 哎 我晚点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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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哎怎么样宋总 办法管用吗 要不是我留了一手 找了李博士 你就准备非洲喂蚊子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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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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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不乱 汤来喽 爸妈 你们来之前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呀 爸妈来自己闺女家还得提前打报告啊 我跟你说啊 老爸今天掉了几条又大又肥的鲫鱼 赶紧叫你老妈给你炖汤喝 你怎么不吃啊 妈妈做的不好吃 不是啊 不等这个汤吗 喝完汤了 我吃我吃 炖了好久了 我的呢 你自己不会成啊 遵命 谁啊 轮头 开门 听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 嗯 嗯 嗯什么 叫他进来 来小苏 啊 谢谢阿爷 我自己来 你爸妈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谁知道你会过来 看你在我爸爸面前还敢不敢欺负我 小苏啊 来 喝点鱼汤 好好好 谢谢阿爷 我自己来 老陆 我们走吧 为啥呀 这么多菜还没吃呢 你不是约了人夜掉吗 夜什么掉啊 掉了一天了我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你干嘛呀 好了 走 你们坐啊 走 爸妈 阿姨 我 走吧 哎呀你搞什么呀 没问题 该走的是他呀 我们走什么 你怎么那么没眼力见啊 要什么眼力见啊 现在应该把他们拦一拦 不然的话他们又到一起去了 哎呦 当年那件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呀 难道你还放不下呀 你这说的什么话 真相大白就完事了吗 我宝贝女儿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背了这么多年的黑锅 我最后出来道歉一下 说句好听的 就没事了 我生气我 我跟你说 有些事该翻片的时候就得翻片 再说了 难道你没看出来两个孩子彼此之间的情谊啊 他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 感情上的事儿 我们就别跟着瞎掺和了啊 哼 我看你倒心大 可惜我钓到这几条鱼了 汤都没喝几口 家里给你留着呢 别骗我了 自己钓几条鱼我还不知道 没骗你呢 走吧 是我家 我不去 那我也不回去 那爱会不会 你到底让不让我住这儿啊 没门 是没门 你好 又干嘛 李博士说了 让我们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又没说睡在一起 那我睡哪儿 那有沙发 你睡哪儿 可我什么东西都没带 你穿这个吧 洗手间什么都有 这是什么睡意啊 跟我的风格完全不当 那 你真让我穿这个啊 还穿不穿 他会不会冷啊 他会不会冷啊 人呢 怎么了 你吓死我了 你干嘛呢 找个香蕉吃啊 这是我家 你怎么随便乱动 别人家的东西啊 恐怖觉得这是别人家的 你拿这个干什么呀 早点休息 小心着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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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笨童 就你挣钱 事过着此挣脱 假装比你洒脱 干脆背上眼睛 不看那个我 直到快负不清 爱的是真实心 骗过了时间 骗不过自己 我想我会明白 不会再去依赖 只能在记忆里 去画爱我的一个你 真的被抬起 逗逼都没一句 对还懦弱的 哪个人不是我 是你 对爱懦弱的 哪个人不是我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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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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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走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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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